我希望殘密 为了追到你我用几千万百斤 带你去看星辰和大海的幸福 那快我掌受我的男友 海风吹过的夏天 仿佛从来你狗在我视线 晚安前想念 闭上双眼 梦里的相见 看着你孩子般微笑的脸 再靠近一点 幸福无限蔓延 心开始求求在改变 你是否用心发现 我看你也想靠近吧 直到我睫毛轻刷着你脸颊 直到你低头就问到我 长方 这想法 真需要你 句话 更靠近吧 两手的热量把距离都融化 在你身边黑夜就不会害怕 你说好吗 我都默想下一刻 下一秒有你回到 打开记忆的相片 看着那年的夏天 在海边微笑的瞬间 问我的脸世界都在变 唯独你傻傻的在我身边 外面太危险 我们勇敢一遍 我们勇敢一遍 心开始悄悄在改变 你是否用心发现 靠近吧 靠近吧 直到我睫毛轻刷着你脸颊 直到你低头就问到我 长方 这想法 只需要你 句话 哦 别害怕 我早就准备好 要给你回答 去到对岸 没有想象就复杂 我这一路 等近你说 Yes I do It's the truth I love you 你知道 You're a no art You're a no art S Short 150 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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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是人物的面部制作 要学习一个万能的满头脸 非常可爱的脸部形状 第二个是头发的一个制作 就是一个女孩子常见的奇流海 是不是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动物帽子的一个基本制作 咱们来制作一个 贪吃的这个小猪猪的造型 好 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一下 我们这节课程的工具 等一下就可以开始制作了 今天的话呢 我们主要会用到的工具呢 是这几样啊 我已经放在桌面上了 简单的给同学们介绍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擀面杖 用来擀黏土片的 然后是切割刀片啊 用来切黏土片的 压痕刀 用来按压发丝纹理的 这个呢 这个呢 是我们的棒针工具 就是用来按压眼窝的 这个呢 是玩棒工具 用来按压那个眼部凹槽的 还有就是大小不一样的小玩棒啊 用来点高光的 还有我们的勾线笔和腮红刷 用来给娃娃进行上妆处理的 还有这里呢 是这个白乳胶 用来进行一些零件的这个粘贴的 没有的话可以用水来进行代替 还有就是我们的小剪刀工具 用来修剪细节 还有我们一个棕色的饼线颜料 给它去画眉毛 以及嘴巴的这个造型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亚克力板 用来搓一些基本形状 那这些工具呢 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准备 准备好了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 今天的这个作品之作啦 首先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做这个小女孩嘛 我们要先从这个脸部造型制作 然后呢 再去制作五官 做完之后做发型 然后做帽子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块呢 我们需要先来拿出我们的肤色粘土出来 那如果在座各位就是粘土颜色比较就是缺的 没有肤色的 咱们可以用其他的一个颜色来代替 都是没有关系的啊 都是没有关系的 先简单的就是练习一下它的基本制作方法就可以了 好 拿出肤色之后呢 我们要先来去调整一下 减土的这个土质 就是你看看你的土摸起来是软的 还是硬的 如果觉得就是特别软的话呢 你只需要就是反复的揉搓 它就可以变得比较硬了 那如果你觉得它特别的干 揪揪不动 拽也拽不动的话呢 我们只需要在里面 噴入少量的水即可 这样就可以将我们的粘土变得又湿又软 等一下操作起来 它会比较的方便 好 我们揉好之后呢 把粘土调整好之后 我们可以放在手中用力挤压 因为在你揉搓的过程当中啊 里面是会进入到一些少量的气泡的 那么在后续如果不及时的去把它处理掉 后续制作脸部的时候 可能就会形成一些小泡泡 或者是小凹槽 会影响美观度的 所以一定要用力挤压 直到呢 你自己听不到噼里啪啦的响声就可以了 好 那下面呢 我们的土质就调整的没有任何问题了 然后就要开始去进行制作 首先我们需要来取一个 直径呢 是三厘米的肤色粘土啊 直径三厘米 我先将这个粘土随意的揉成一团 放在我的这个垫子上去进行测量 很简单啊 我们可以看到它呢 它呢是 一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直径是三厘米的一个小圆球了 因为这个切割垫上面的每个格子边长呢 是一厘米 如果是三个格子加起来就是三厘米 如果没有格子的同学的话呢 可以就是用一些 家里有没有尺子 可以用尺子简单的就是测量比对一下啊 好 等把土取好了之后 我们放在手中 用力的去揉搓 这块的话呢 咱们速度稍微快一点点 因为要慢了的话呢 粘土表面呢 它就会变干 变干了之后 你还要再继续揉搓 那么它就会产生很多的一些 就是裂纹之类的 表面就不光滑了 它就不是一只 不是一张干净的脸了啊 好 如果你想让你的脸部更加的光滑的话 在这里呢 我建议大家 如果家里有那个凡视铃 或者就是嘴上涂抹的润唇膏 都可以 我们可以取少量的涂抹在表面 这样呢 可以让我们粘土表面更加的这个光滑 因为咱们呢 在使操过程当中 手指纹呢 就指纹 它很容易留在上面 加了点凡视铃的话 它就不会了 好 另外的话呢 凡视铃因为它是比较油的 所以说可以很好的锁住粘土里面的水分 可以让咱们粘土干的慢一点 这样咱们呢 就可以慢慢的去苏醒了 好 下面呢 我来将咱们的镜头 就是拉的稍微大一点 我们来看看这个馒头脸 它到底是怎么去制作的 首先将我们已经揉好的 直径三厘米的粘土呢 拍扁 厚度的话呢 给它就是控制在1厘米到1.5厘米之间的一个厚度 就省了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厚度即可 因为就是这个镜头的话 你看上去可能会比1.5大一点 其实实际上是刚好1.5的 按扁之后呢 下一步是开始调整一下这个脸部的结构问题 咱们呢 要来制作的这个脸型啊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它呢 其实就是偏向于一点四四方方的感觉 下巴呢 是平的 那有的人的脸型呢 它是这种圆圆的 有的呢 是这种平平的 今天我们就要做这个啊 所以说 下面 先拿出我们的大拇指和食指 放在这个脸颊的左右两侧 轻轻的这样子 捏一捏 把这个脸呢 捏成上宽下窄的感觉 上宽下窄 然后再用大拇指往上去轻轻一推 这样子 它的脸部造型呢 就是上面宽了 下面窄了 然后下巴呢 也成了这种平的了 这样咱们一个最简单的 馒头脸的这个形状呢 它就给 它就做出来了啊 它就做出来了 非常的简单 等你把脸部形状呢 调整好之后 再把手放上去统一的按压一下 让它整体的保厚呢 都统一一下 不然你这样子捏呀 按呀 它这块的厚度就会增加 就会影响它整体的一个比例问题 知道吧 要统一按压一下 好 这块呢 没有问题了之后 下面一步呢 开始制作它的眼窝的部分 请同学们呢 拿出我们的这个棒针工具 没有棒针工具的呢 可以在家里找一找 有没有不锈钢的筷子呀 或者是我们写字的笔 只要它表面是这种圆圆的就行了 然后又或者呢 可以拿出我们的大拇指的侧面 都可以 好了 那下面呢 我们就要来开始去按压眼窝了 那眼窝在什么样的这个位置上呢 我们一定要看好了 那正常情况下 很多人在做的时候 就在中间按了 那其实不是的 因为咱们做的这个人物 它是可爱的 呆猛的 所以呢 眼窝一定要靠下一点点 让它的额头大一点 脸颊小一点 是不是 就跟我们婴儿一样 我们看到的小婴儿 不都脑袋大大的 然后脸颊小小的吗 是吧 按压一个将近就是 4毫米左右的小凹槽 就可以了 我们的眼窝呢 就做完了 做完之后呢 开始去调整细节 因为你看像现在光打过来嘛 它从上面打过来 我们这个地方啊 就这块的话 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明 按交界线 就这块有个很严重的这个棱角 会让我们整个脸的话呢 看起来线条不柔和不可爱 所以下面呢 开始去调整啦 这个时候可以在我们上方呢 涂抹少量的这个凡士林 这样搓起来的话 会更顺滑一点 然后你的指纹也不会轻易的 留在这个粘土上啊 首先呢 把大拇指的侧面 放在这个凹槽当中 看好了啊 放在这个凹槽当中 然后给它去往上去拨 就是轻轻的拨 或者是前后这样去搓 手你看 它是这样斜着的啊 斜着的 它不是这样子的 它是斜着的 清晰了一定的角度 可以前后搓 还可以往上拨 直到那个棱角没有啦 就OK啦 你看那个棱角没有啦 接下来是下面这个 我们可以把粘土往下拨 来回搓 好再把脸型收一收 好这块的话呢 转折棱角 就这个地方呢 有点生硬 这样往下这样去拨一拨 这样一个简单的 这个馒头脸 就做完一大半了啊 接下来还要去调整细节 就是它的这个额头的部分 好我们可以简单的 看一下它的额头 它目前的情况呢 是这个样子的啊 我们呢就是从额头 你看额头上去了 然后就拐个弯就下坡了 它就跟一个这样子的 哎弧度一样啊 这个有点不太好看 我们要把它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从额头的话 直直的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与它的底部 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小夹角 我们要把这个夹角做出来 那这个怎么做呢 啊把它放在桌面上 然后呢用我们的大拇指 就用我们的手指 与桌面垂直 把它放在手掌子的下方 往下按压 然后侧面 侧面啊 这样来回按压 你看 它的这个底部是不是 就和它的额头 有了一定的夹角啦 好这块做完之后呢 就是将它的背部 背部 边缘 冷脚呢 给它简单的去捏出来 这样咱们一个简单的 满头脸的造型就做完了 这个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去刻画五官 给这个娃娃去进行上装 这块的话呢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慢慢的去进行调整啊 把它调整到你自己觉得就是比较舒服的 就是一种形状就可以了 因为咱们的黏土呢 它会有一定的膨胀度 就是说你按压调整的很多细节 在黏土晾干的过程当中 它呢就会给你碰起来 就相当于你刚才做的一系列的东西都白做了 所以说它在晾干的过程当中呢 你需要反复的去调整啊 反复的去调整 好了 这样一个简单的满头脸呢 就已经做完了 那没有做完的同学呢 抓紧时间 等一下我们就要开始去制作它的这个五官部分了 在做五官之前 因为刚才是抹了凡士林了 我们等一下要给娃娃去化妆 对不对 那有大量的油在 然后你再用那个粉 就类似于这种粉 色粉 就是粉质的 你们可以用家里的什么眼影啊 或者是腮红啊来代替 那么当它粉质的 变碰上这种油质的 它就会成坨 你的颜色运染不开 所以这个时候请用卫生纸 就是轻轻的 慢慢的去把表面的油给它擦干净了啊 一定要擦干净 擦不干净 等一下你的这个眼影啊 腮红呀 它就很难去均匀的绘制在上面了啊 好 我这都擦的差不多了 一定要轻轻的擦 好 差不多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用 接下来呢 就是刻画它的这两个 大大的这个眼珠子 这个眼珠子的话呢 我们需要用到的最重要的一个工具 就是我们的玩棒工具 就这个玩棒 嗯 拿一个最小号的 直径5毫米的就可以啊 我们在按压这个眼窝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这个眼窝的比例 首先眼睛的话呢 是要刻画在刚才按压眼窝的这个地方 也就是整个头部中间偏下的位置 嗯 然后呢 我们可以用竖条线 先将这张人给它分成两等分 然后再接下来给它再分开 一共用三根线 将这个人物分成 一 二 三 四 四等分 那我们的眼睛呢 就分别在这两个位置上 就一定要注意两眼之间的间距了啊 它们之间的间距 其实差不多是一个眼睛的大小 就比如说你看 这是一个眼睛的大小 然后这也是一个眼睛的大小 然后中间它们之间的一个间距的话呢 就是一个眼睛的大小就可以了啊 就一定要注意两眼的间距不能太远不能太近 要刚刚好 好下面呢拿出我们的帮针工具 用刚才的方法先简单的去戳两个洞 确保一下两个眼睛的这个间距是没有问题的 你看 然后我再用力的去戳 你可以转着圈 转出你想要的一个眼睛的大小 因为咱们做的是女孩子嘛 眼睛其实可以稍微做大一点 你看 就有了这样的小凹槽了 你看两个眼睛中间的这个空地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眼睛的这个大小 做好之后拿起来啊 自己去检查一下两个眼睛的这个大小是否一致 然后呢高低位置是否一致 千万别一个高一个低了 好 这块没有问题呢 我们的这个下一步就是要开始做小女孩的眼线了 就是眼线 因为不管是女孩啊男孩啊 就是一旦拥有了眼线呢 它其实整个人物看起来就更加的有精气神了 那这个眼线的大小呢 一定要注意了 就差不多是在四到五毫米左右 就是你刚好能够放进去这样一摁 平平的 那就可以了 就你自己就是先测量好 咱们这个的话呢 是要来做一个上眼线的啊 来做一个上眼线 嗯 所以说取土量不用太多 你们也可以做下眼线 然后也可以用做一个全包的眼线 就是把眼睛一周 都圈起来啊 什么都可以 不过还是要先学一下这节课的这个 做眼线的一个小方法 一定要注意两个这个眼 眼线的这个小圆球的大小比例 我们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 这个时候再拿出我们的碗棒来 看好了 这个是它的额头 然后上眼线是在上面 不是在下面 所以在推的时候 看好了啊 棒针不用这样子去摁 这样斜着去摁 斜着往上去摁 它的眼线就会在上面啊 这边也是 好了 最后呢 就是做好之后 再统一摁压一下 它们的这个深度 就是眼窝的这个深度 就往下挫一挫就行了 好 这样子呢 它的一个上眼线 其实就已经做出来了 从侧面看就是这样子的啊 从侧面看 隐隐约约能够在上面看到那么一点点的棕色的小线条 那就是它的眼线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是眼白的部分 先不做眼白啊 我们要先把这个娃娃的妆上一下 这个要看你上什么妆 你如果就是那种从眼睛下面开始就是腮红的话 你现在就要画 那如果你就只是在脸颊两侧的话 你可以画完这个 做完眼睛之后 再去画脸颊两侧的腮红 这要看你自己的这个需求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需要拿出我们的腮红刷 拿一个小号的 然后这个时候 如果身边有卫生纸的话 也可以拿出一小块的卫生纸 然后拿出你自己喜欢的一个色粉的颜色啊 就是挑自己喜欢的 呃 女孩子嘛 也可以就是找一找身边有没有眼影盘啊 或者是腮红啊 都是可以拿来用的 什么都行 什么粉色的呀 橙色的呀 都可以啊 占取少量的之后呢 在纸上去蹭 你看 现在它纸上的颜色特别的深 然后还有很多的粉 我们都要慢慢的去戳 去蹭 去摁 你看现在就不多了 那这种情况就刚刚好 你看这种情况就刚刚好 不多了 然后我们就从它的这个里面开始 啊 慢慢的往外去运染 少量多次的啊 往外运染 先运 先画最里面的 然后呢 再慢慢的就是给它运染开来 这样画出来的这个颜色啊 什么它才会更加的自然 不会说啊 这里就是眼睛下方一坨 一坨一坨颜色它不会 它会很自然啊 运染很自然 因为你刚开始刷里面的时候 它笔上有很多的色粉 所以画出来的颜色是最深的 当你慢慢的往外开始运染的时候 笔上的 腮红刷上的颜色 其实就没有多少了 你到时候运染出来的颜色 就是很淡的 这样就能够形成一个 很自然的深浅变化 看有一些地方不觉得觉得不合适的 可以稍微用手蹭一蹭啊 其实也可以蹭掉的 你看 这样子它就是有了两个眼睛下方的一个小腮红了吧 对吧 下面的话呢 再开始去做它的白色的眼珠子 不然的话你要先做眼珠子 然后再去做这个这个这个眼睛的 先做眼睛再去画腮红的话 很容易把你的白眼珠子弄脏啊 好 接下来这个白色的眼珠子取土量的话 也是要控制在4到5毫米之间的 稍微小一点 不要太大了 放上去自己去比对一下啊 就是如果你的黏土质量比较好的话 你可以轻轻的按压一下 就是看一下这个大小怎么样 因为我们最终呢 从侧面看 它是就是这样子 不要鼓的太多 就这个眼球呢 它不要就是这么鼓 这么鼓 我们就稍微就是平一点就行了 不要这么鼓个包 好吧 所以说白色不能取太多 另外呢 眼线的部分呢 不能太粗 就是一根淡淡的黑色线条 棕色线条 不能太深 所以这块的话呢 根据自身的情况去调整取土量啊 所以很多同学的 很多就是同学在如果买土的话呢 买的那个质量不太好的话 很容易在这步翻车啊 因为你自己做 取不好这个土的量 然后放上去 比对完了拿不下来 那不就得重做了吗 是吧 就会比较麻烦 所以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的话 取土量也很关键的啊 因为咱们每个人的眼睛的大小 以及深浅都不一样 所以说做出来 所以说这个白色的取土量 它肯定也都是不一样的 差不多了 给它放上去 按笔 慢慢的去调整啊 你看下面是没有眼线的 上面是有一层 就是这种淡淡的 这个黑色的 棕色的眼线啊 就是你慢慢的去按 好你看 上面是不是就有了一层淡淡的棕色眼线 这边还太粗了 往上推一推 就你的手稍微往上这样 推一推 好了 这样子的话 你看它的这个眼珠子 我们就给它制作好了 那么下面一步的话呢 就是我们可以根据资深的这个情况 去制作它那个眼珠嘛 那有的同学呢 喜欢那个棕色的 就可以做棕色的 有的人喜欢黄的 有的人喜欢蓝的 有的人喜欢那个黑的 根据资深情况来决定啊 这块的话呢 我们就是取一个纸径 差不多是两毫米左右的黑黏土 棕色黏土 按扁贴上去看大小 这个大小的话呢 是要控制在四五毫米的直径 四五毫米的直径 所以你要提前按压比对 比对好了之后 再根据这个尺寸进行制作 你看我刚才那个就是 相当于是对比例的 然后我现在根据这个尺寸 去取另外一个黏土的量 差不多可以了 好 然后接下来呢 给它去按压按扁 按扁之后呢 这个眼珠子的直径将近 是在这个四毫米之间啊 四毫米之间 我们可以就是用工具 给它轻轻的缠下来 接下来呢 来教一下大家 怎么去贴它的这个眼珠子啊 因为它太小了 你用手贴的话 一拿起来黏土就毁了 二贴的时候 你不知道该 你贴完你都不知道 你自己是贴的 居中还是偏左偏右 就不知道 所以这块有一个好方法 现在手上磨少量的白乳胶 再用刚才的磅针或牙签等工具 点上少量的胶 然后在中间的位置轻点一下 好 点上胶之后 在手上蹭掉多余的胶 但是它还是有碾性的 这样轻轻一碰 然后再这样轻轻一放 这块轻轻一碰 你看这是不是就很简单 很容易了 也不容易 就是也不会说 眼睛 眼珠子要么偏左 要么偏右 这样还挺对称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放好之后 用手用力按压 就贴好了 下面的一步呢 是来做它的眼睛上的高光的部分 高光的话呢 就是咱们一般做高光 都是要分大小的嘛 然后中间这个大 然后下边两个会偏小一点点 那这块呢 我们可以就是用黏土来制作 就白黏土揪个小球球踢上去 如果你觉得那个太费劲的话呢 小博老师来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你可以找一个这样子的小号的玩棒 然后在白就是在白饼锡的罐里面 或者是颜料里面挫个洞 就稍微挫一挫 挫完了 是吧 然后你就在该相应的位置上挫一下 你看它就会很圆润 然后接下来画小的话呢 其实你要控制不好自己的力度的话 你就画个小 画一个小玩棒 这样更方便一些 你看就轻轻松松就能够点上了啊 就是要垂直的去 要垂直的不要斜着 你就垂直的下去上来就可以了 好 这两个小高光的话呢 咱们就做完了 接下来的话呢 是做它这个鼻子的部分 鼻子就是一个简单的水滴形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鼻子的这个粘贴位置 是在什么样的这个位置上啊 首先咱们呢 来取一个直径将近是三到四毫米 就是一个大芝麻粒大小的 偏大一点的芝麻粒 你看就这么大小 取出来之后呢 先简单的用手去将其搓成一个水滴的形状啊 水滴的形状啊 有点像个米粒 就我们吃的那个米粒嘛 一段细一段粗 看好了 就是一段细一段粗 放好啊 水滴形啊 水滴形 长度的话呢 是在七毫米左右 长度七毫米左右 然后粘贴的时候 你要注意一下 我先粘 粘完之后 我来告诉你们它的一个比例 当然同样的方法也是啊 先点胶 蹭胶 再这样 其实就这么大的也是能粘上去的 抬上去 然后你自己拿上来比对一下它的这个位置是否正确 然后往下轻轻一按 这样它的一个小鼻子就做好了 这个鼻子不要太长啊 也就是个六七毫米左右的 然后它上面是那个鼻尖的那个 最上面那个最细的地方 它是在哪里呢 首先看好了 这个是我们的眼睛的一个直径 对不对 那我们的这个鼻子的话呢 其实就是在两眼的中间的这个位置 然后下面呢 就是它的鼻子 记住了吗 这就是它的鼻子 好了 那这块没有做完的同学呢 来照顶时间做一下 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开始去给它画那个 就是眉毛跟嘴巴的部分了 那这块的话呢 其实咱们在做各位同学 其实不用先 这块的话呢 不用先画 你可以等课后再去画 这里的话 我简单的就是给你们讲一下 它怎么画就行了啊 就简单了解一下这个绘制方法就行 你们客户在画啊 好 首先呢 要点一些就是 首先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取出棕色的这个 饼吸烟料 然后蘸点水一定要去稀释它 不然的话这个太稠了 这个粘土 这个不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饼吸烟料如果太稠的 太稠的话 你画出来的线条不会太流畅 然后颜色也会特别的深 特别的重 不太自然 所以一定要加水稀释一下 会比较好一些 好 蘸完之后的话 其实你可以就是 在纸上稍微吸 吸一下它那个水 可能里面水多了 然后也可以在那个 手上简单的画一下 看线条流不流畅 没有问题 我们就在它眼睛往上 将近四毫米的位置 我这就是清点一下 就清化一下 颜色都没有那么深 另外一边啊 同样的位置 它很容易画的左右不对称 它很容易左右不对称的 所以说你们可以就是先 淡淡的画一下 打个草稿 如果觉得对称了 合适了 你再沿着这个线条 我们再重重的画一下 你看 这样它其实就更容易对称一些 两个眉毛就画完了 然后接下来是嘴巴的这个部分 嘴巴的话呢 也就是一根线条而已 这块呢 注意一下嘴巴的位置 首先这是鼻子到下巴 对吧 鼻子到下巴 那么嘴巴的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在这个 鼻子到下巴 中间或中间偏上一点的位置 中间或中间偏上一点的位置 好 找对位置了 然后我们开始画 哎呀 画歪了 可以用一个很细的笔 这样去描一描 你看 这样它的嘴巴呢 就已经给它就是画好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你如果想让你的这个人的话 它再可爱一点的话呢 其实也可以给它腮红上 画一些白色的小线条 就确一点白饼系就可以了 在它的这个眼睛下方 简单的勾两条线你看 它是不是就好看一些了啊 腮红就给人感觉更通透的那种感觉 就感觉腮红都是那种透透的 好了 这块的话呢 咱们就是没有做完的抓紧时间啊 我们就这个五官绘质就先讲到这里了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给它把鼻子上一下色 你们可以等干了再去上色啊 我这个的话 在上色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是在就是 就是等一等大家 像有一些地方 其实都可以放在课后去做的 好了 它的这个渐变色的这个小鼻子 也完成了啊 下面的话呢 就是要开始去制作 它的这个耳朵的部分 咱们最后再添加那个舌头啊 我们就先把一些大的这个效果做完 再去添加小细节 首先呢 先把耳朵制作出来 耳朵这里的话呢 咱们的取土量呢 是在这个直径将近是六到七毫米之间的一个直径 咱们取一个就是直径是六到七毫米的 把它揉圆之后来拿出我们的亚克力板 啊 没有的话呢 可以就是用手机平面代替啊 也可以 把它按压成一个直径将近就是八九毫米左右的啊 你看都快接近一厘米了是不是 都快接近了一厘米了 这个时候再去拿一个大丸棒啊 就是刚才戳眼睛的丸棒 我们在中间戳动 这个就是它的耳窝嘛 对吧 耳窝就做好了 你看 耳窝就做好了 然后再拿一把剪刀 我们从中间 给它一分为二 这样的话我们两个耳朵就做出来了 剪完之后 它的耳朵就是这样 哎呀 变长了 你看啊 看好了 给它往回 这样收一收 这个也是 往回轻轻的收一收就OK了 然后给它沾点白乳胶 那么在粘贴的时候 也要注意一下 这个耳朵到底沾哪呢 你先来看我沾 你自己先别沾啊 我沾好了 我跟你讲 它沾在哪里 这个耳朵的话 你一定要注意了 它在整个脸部的位置呢 是靠下不靠上 就假如说 假如说 这是它的一个脑袋 对吧 你看 它的耳朵实际情况下 是在这个位置上 是很靠下的 是不是 它不靠上 另外啊 更准确一点来说 你看 这个是它的这个眼睛的位置 那么它的耳朵 你看耳朵的最高点 就跟眼睛的最高点齐平了 就这样子的 或者是这样子 中心轴对齐也行 稍微往上一点也行 稍微往下一点都可以 两个方法都行 这块没有特别的这个要求 好 我们呢 给它点上胶 然后就是注意一下 左右的一个对身相就可以了 你看 啊 检查的时候 你这样子检查 看看两个耳朵 是不是都在一条线上面 然后再 这样子检查一下 就反复的啊 这样再检查一下 看看两个耳朵 是在一条线上的啊 好 那没有问题的话呢 咱们就来开始去制作它的这个发型 其实它的这个发型的制作的话呢 其实就是 很简单的啊 主要是中间一块七刘海 左侧和右侧分别是一块长刘海 把这两个做了就完了 这是最基础最简单的一个刘海制作 那么下面的话呢 我自己先来教一下大家怎么去调这个橙色 就是没有做完的 你们可以抓紧时间做 然后等一下呢 你们可以就是任意选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来做它的头发 不一定要是橙色的 那么黑色的也可以 棕色的也可以 蓝的绿的都可以啊 这块的话就考验到你们的色彩这个搭配能力了 其实你配一个绿色也不错啊 绿头发加那个粉帽子啊 这个粉粉的这个绿绿的 它配起来其实也是挺好看的 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是用大量的黄色加入少量的红色就行了啊 这块 你想要这个深一点的橙色就多加红啊 就可以了 你们也可以做紫头发 棕头发 黄头发 对吧 都行 好 这里我就已经调完了 然后我相信这种大家呢 也就是应该上面的步骤都跟的差不多了 那这块的话咱们就可以不用先调色了 先跟着小鹿老师一起来制作一下它的发型啊 发型 先来制作啊 发型 首先呢 第一步是来制作中间的那个七流海的部分 嗯 七流海的话呢 就是我们需要取大块的黏土啊 不能太少了 那我的话呢 最起码都取了一个直径在1.7厘米左右的 成三年度啊 那你们就是也取这么多就行了 不要太少了啊 多了可以减掉啊 少了那就没有办法了啊 然后给它搓一个长长的水滴形 最起码的有五厘米长了吧 就长一点 就这块细一些啊 让它下面细一点 我这个最起码是一厘米的粗细啊 然后用手去把它拍扁 你看拍扁之后 它的厚度呢 是在一个三毫米左右的厚度 是很厚的啊 不薄啊 不薄 其实你在摁的时候 指纹就已经摁在上面了 这个时候抹一点凡士林前后这样搓一搓 你看 它就会变得很光滑 一点那个裂纹都 一点那个指纹都没有了 这个时候再用剪刀工具 把多余的给它去剪掉 就OK了 这不就齐刘海了吗 然后下面呢 你可以拿出我们的压痕刀 也可以拿出我们的刀片 啊 磅针都可以 压痕刀 磅针 包括我们的刀片 没有的话 牙签啊 然后什么都可以代替 啊 这个工具不同 做出来的效果都是不一样的 它的主要目的就是用来按压 那个发丝纹里的 往上 一定要注意长短不一啊 长短不一都是摁一些短一点的 这个发丝纹里 然后在粘的时候呢 就是稍微长一点点 就是比较接近它这个眼睛的位置了啊 要你要做那个 之前不是有段时间很流行 那个什么特别短的那个二次元刘海吗 也可以 但是这个吧 做出来有点不太好看啊 所以说咱们可以让它长一点 最终啊 就这样子 这个样子 好 做好之后呢 我们就在这个交界线的地方 把多余的给它 滑掉就行了 来剪掉 但这样子 它没有说这样子粘的啊 所以你这块是要剪一个小尖尖的 小尖尖在里 在在在上面的 你要剪一个这样子的 小尖尖 这样的刘海才是正确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 给它还是 弯回去 把那弧度给它弯回去 护上少量的 白乳胶 然后给它贴上去就行 好 好 把这个刘海稍微弄起一点 你看 这样的话 一个简单的这样的刘海 其实就已经做完了 如果你想要它的这个发丝纹理 就是更多一点的话呢 你可以就是多按压一些 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就已经够了 没有必要就是再过于的密集了 然后下面的话呢 就开始去做左右两侧的刘海了 那这个刘海呢 可能就会长一点 那需要的这个土的量呢 可能就需要大一点了啊 咱们就是多取一些粘土出来 直径差不多也是得到个两厘米左右吧 是吧 得两厘米左右 然后我们搓一个长长的水滴形 就偏长一点的水滴形 然后给它去按扁 厚度跟刚才一样啊 然后你先去放在上面 看看它能不能就是把侧面这块挡住 挡住就行 这块的话没头发没关系 到时候帽子一挡那啥也看不见了 你只要能让它正面看它是有头发的 那就行了啊 正面看有头发就行了 好 等你把这个把后按扁之后呢 我们给它表面抹一点凡士林 把它表面弄得光滑一些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来开始去剪头发了 头发的话 它得有长有短 这样才有层次感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的话呢 给它剪一下 剪一个V字形 你看 这样子的 我们把这块剪短 好了 这样子你看 一个粗一个细 一个长一个短的这个 这个造型是不是就做好了 你把这个 用压痕刀在中间的缝上怼一怼 因为你在剪的时候可能会拉丝 所以说你要把那个拉丝的地方 给它去怼掉 然后接下来呢 是上面的发丝纹理 你可以就是放在桌面上来 按压啊 不用太长了 不用太长了 短一点就行 好 做好之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就是随心所欲去弯曲 它的这个弧度和造型 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弯 尽量是趁粘土还是比较湿润的情况下去弯啊 因为稍微粘土干一点 你弯出来的就有褶子了 反正就不好看了啊 确定好它的这个长度 自己就是根据你的这个形状 这样子调整一下 它的造型你看就这样子 粘土比较湿比较软 所以说你看现在弯曲的弧度都是比较自然的 然后我们把这块多余的给它裁掉 也是要保证这块是有个小尖尖的啊 就是头发不要太挡眼睛了 不要太挡眼睛了 就是如果挡眼睛的话 你就往左边掰一掰就可以了 这样你看左边的一个小发型就做好了 然后接下来是右边的啊 接下来是右边的 还是取大量的这个橙色粘土啊 等一下我多取一些 给它搓成一个长长的水滴形按扁 这块的话其实都不用太太怎么检查 因为你只要做的粗一点 到时候怎么都能它都能贴得住盖得住 你看稍微粗一点怎么都能贴得住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抹凡士林去把它表面的纹啊 都给它抹掉抹掉 你看现在的现在有多光滑是不是 光滑光不留球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你就开始去剪它的这个头发了 你就是你可以就是不知道怎么剪 那你就先分组 比如说这个是一组短的 这是一组长的对吧 你先分好 然后再用剪刀去剪 多余的拔掉 这样子的一个发型呢 我们就给它做好了啊 然后用压痕刀在中间稍微怼一怼 然后往上再延伸刻画一下 然后把它俩稍微往里怼一怼 不要分的太远了 稍微往里怼一怼 这样它的这个头发就已经做好了 然后放在桌面上呢 你们可以去给它摁压一些 就是发丝纹理 就OK了 然后贴上去 注意呢 左右两边的这个头发的这个长度 一定要一致了啊 长度一定要对称一致了 然后这边的话呢也可以就是给它 就是你看 就你贴上去之后 你可以给它往外弯呀 然后这边的刘海 你也可以给它这样 就有点像那种 八字刘海 给它就分别往两边去弯 好贴好之后的话呢 我们给它多余的剪掉 就OK了 好你看 这样子 我们的一个刘海的部分就制作完了 是不是很乖巧的样子 好 做好之后呢 接下来的话呢 咱们就是要来去制作这个帽子了 其实咱们今天这个动物班 其他的帽子的制作方法 其实都是大差不差的 你看它其实都是一个基本形状去盖上去 盖上去之后呢 加两个眼睛 加个嘴巴 你看加两个眼睛 加个嘴巴 加个耳朵 你看加一些不同的东西 它其实就可以呈现出不一样的效果了 大家自己也可以去尝试着 做一些不同的这个小动物啊 你可以看看 你觉得你自己的老师 像什么一个动物 是像老虎呢 还是像小猪呢 还是像小羊呢 还是像小熊呢 可以把你自己心目中老师的一个造型啊 就是幻化成一个动物把它做出来 其实也非常的可爱 好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给它做小猪 那这块的话 需要去调一个粉色黏涂的 那我之前已经有调好了 所以在这里呢 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 粉色它是怎么去调的 粉色的话呢 就是大量的白加少量的红色 去调一调就行了 那你如果想要做一些就是其他的啊 比如说像青蛙选择绿色 小熊选择棕色 老鼠选择灰色 对吧 根据自身喜欢的颜色去进行调色就行了 那我们在制作这个小猪的时候呢 肯定是要有一个 要有一个深色 一个浅色 深粉色和浅粉色 对不对 所以自己去调一下啊 调出两个 那我这里就是得调多一点 不能调少了啊 调少了不够用 我跟你说 这个帽子其实还挺耗土的 你的脑袋做的越大啊 你这个帽子需要用到的土也就越多了 所以宁愿调多一点 也不要调少一点 你看调完这个淡淡的粉色之后 我们来揪出那么一点点的黏涂来 就是你不要揪太多 揪一点就行 然后在里面呢 再去给它加一些这个红色 我们要来调深红色呀 深红色呢 是用来制作那个猪鼻子 还有猪耳朵的 可以跟之前这个颜色比 没差多少 可以多加一些 尽量深一点 尽量深浅明显一点就行 这块大家就是可以先用自己喜欢的颜色 先跟着我去做一遍 先来看一看它的基本做法 你课后的话呢 再去根据这个小猪的造型 再去做一下就行了 现在先看一下做法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你这块的话 是需要去取出大量的这个 浅粉色的黏涂 先将它揉圆 你看把它揉圆之后 就是要大一点 你看我这个的话 指径最起码就有4厘米了 1234厘米对吧 然后拿出我们的亚克力板 将其搓成一个墙条 那这个长条呢 你要确保的是 你要确保的是呢 它能够把这个脑袋从这边 围到这边来 这就是你的这个长短 一定要能把脑袋上面都围住 那才可以 我的这个最起码就有10厘米了吧 你看 有10厘米了 然后用亚克力板将其摁扁 这个帽子的厚度呢 最起码是要控制在4到5毫米之间的 不能太薄 不能太厚 好 4到5毫米 你看 是不是 接下来呢 再拿出我们的切割刀片出来 将一端切掉 好 切掉之后呢 你可以看一下 它边缘是有那个 你看这个是个厚度 对吧 就很明显 那我们不要这样子 我们就是可以用亚克力板 给它往下去按 也可以用手 这样的话 你看 它就没有那个厚度了 它从侧面看就这样子 斜坡 这个就是个薄薄的 对吧 做成一个假薄一样的效果 然后把它从侧面开始 绕到这个 另外一侧 看 这样子 它的一个小帽子的造型就做好了 绕好 调整 然后再用我们的剪刀 就是从侧面 沿着这条线 我们把多余的给它剪掉 好 你看从正面看的脑帽子好高啊 所以说你要给它就是往下扒 你要让它就是贴近桌面啊 就给它往下摁 你看 它其实就是与桌面 就是贴合度会比较高一些 然后从正面看 它的这个帽子也不会太高了 好了 你看 这样子它的整个小帽子就做好了 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帽子的这个基础上 自由去进行发挥了 好 下面的话 我们来开始去制作它的这个猪的鼻子 我们可以把之前拿好的这个深粉色黏涂取出来 我们这块的话呢 就是需要取一个直径将近是一厘米左右的深粉色黏涂啊 一定要多取一些 本身这个小猪的这个帽子又大 所以说取一个 你看一个格子啊 直径是一厘米的深粉色 给它搓一个小长条 简单的搓一下 按扁 就这个样子 按扁之后呢 它的这个宽度是一厘米 宽度一厘米 长度的话1.3厘米 厚度的话呢 三四毫米啊 就这样子就行了 尺寸没有必要 就非要跟这个一样啊 差不多就行 然后你随便拿个磅针 或者是拿个这个小弯棒啊 给它戳两个洞就行 好 就戳两个洞 贴在这个正中间 抹一点胶 不要抹太多 一样贴在居中的位置上 你看小猪的鼻子就做好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做眼睛的地方了 我们也可以去选择棕色 对吧 我们既然女孩的眼睛都是棕的 那我们把小猪的眼睛也做成棕的 那今天这个小猪的眼睛它是比较小巧的 所以说在取土量上面来说 它其实就是两个芝麻粒大小的一个棕色黏土 所以可能用手揪会比较费劲 那大家可以通过剪刀呢 就是修剪出两个芝麻粒大小的一个黏土出来 但一定要注意左右两边的这个大小 一定要对称啊 差不多 然后这个制作方法的话呢 干贴方法跟之前教的一样啊 我们先把两者按扁 那扁之后它的直径很小很小很小的 再铲下来 然后这块的话就是还是之前教的方法 我们轻轻的点上胶水 然后在鼻子的左右两侧 你看就是在这条线上面 我们的左侧 右侧点个胶 蹭掉多余的胶水 给它轻轻一沾就沾上去了 粘 一定要注意就是眼睛它距离鼻子很近的啊 眼睛距离鼻子很近的 老近啊 这样近一点它才会比较可爱嘛 对吧 不要让眼睛离鼻子老远老远 那不可爱的 你看眼睛就很近 这样它的一个五官的部分就做好了 下面我们可以尝试着来做一下小猪的这个耳朵的部分 小猪的耳朵部分 耳朵的话呢 就是两个水滴形 耳朵是浅粉色的 耳窝呢 是深粉色的 我们这块的话呢 取两个指径是1.2厘米左右的啊 1.2厘米左右的这个 就是淡粉色 我们来做一下小猪的耳朵的部分 两个大小一定要一致 然后用手去把它揪成一个水滴形 因为你要用亚克力板去搓的话呢 你可能这个水滴形就会做的老长老长了啊 那可能就 那就不太像猪耳朵了 你看我搓完之后 用手搓完之后 它的这个长度也就是在1.78厘米左右的样子啊 一定要注意两个耳朵的长短一定要一致 好 做好之后统一按扁 厚度的话呢 就是控制在这个2到3毫米之间 要有一点厚度 然后我再用手按一下 用手按完之后效果会更好啊 用亚克力板统一按 然后再用手去按一按 按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取出之前的这个深啊 就比较偏深一点的这个红色的这个黏土出来 我们来取两个等量的直径呢 是4毫米的这个粉色黏土出来啊 不用取太多 两个等量的直径4毫米的 把它们搓成一个长长的水滴形 啊 这个也是 长度的话呢 最起码是在这个 1厘米以上啊 1厘米到1.5厘米之间 把它们两者都按扁 贴上去就行 把它翻过来贴 它不是这样子吗 把它翻过来 把它铲下来啊 哎 就在这儿 这两个小猪耳朵就做好了 然后我们给它就是贴在这个左右两侧就行 好 这样的话你看 尾巴可以稍微 耳朵尾巴可以稍微给它翘起来一点 它就会比较的就是可爱一些了 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啊 整个小猪造型啊 它几乎上这个头部的话 咱们就做的完了 然后等一下我们做完身体之后呢 再给你们说一下 它那个麻花辫是怎么去制作出来的啊 好把它先放在这个左上角 下面的话 我们来制作一下它的这个身体的部分 身体的话呢 这块黏土的取土量就很随机了 就很随机了 首先的话我们取出一个直径是二厘米的一个黏土 二厘米的黏土啊 不要取太多了 取直径是二厘米的黏土 我们先将其搓成一个小水滴的形状 这个水滴形的话呢 就是呃长度呢 是在呃3.5厘米啊 3.5厘米取直径二厘米的黏土 搓成一个长度 3.5厘米的水滴形 然后将其按扁啊 统一按扁 直接用按扁 厚度的话呢 是在6毫米啊 厚度6毫米 然后啊 看好了 用手就按一下 因为你用亚克力把按出来的 它不太好看 精致 用手再这样统一按一下 这样它上面的一些就没有那种棱棱角角了 看起来更加的就是干净一些 然后再用手去把脖子给它揪出来 脖子可以揪长一点 到时候根据具体情况去裁切修剪就行 然后注意脖子的话呢 是一个5毫米的就可以了 然后再用磅针 在它的这个左右两侧 以按 这个是做肩膀啊 做肩膀 嗯 我们再抹一点凡士林 去把表面一些不干净 不光滑的地方给它 处理一下 好 这样子我们的一个身体基本造型就做好了 很简单的 然后我们就是预留出一个 就是你从肩膀开始往上数5毫米的位置 5 6毫米的位置吧 多余的减掉 你看 这就是它的这个脖子 脖子的部分了啊 然后身体的话呢 就是我们从肩膀往下数这个 数到两厘米的这个位置 从肩膀往下数两厘米 身体也不用太长了 把多余的减掉吧 再收窄一点 好 这样子它的这个身体的造型就做好了 嗯 就是一定要注意上面窄下面框啊 上窄下框像个梯形一样子 好了 接下来的话呢 就要给这个这个人物去穿衣服了 这块呢 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 比如说像给他穿一些白色的呀 就是深蓝的浅蓝的都可以 这块我直接就是用一个浅蓝色来给他做一个里面的那个浅蓝的衬衫 先用擀面杖把它擀成一个小薄片 擀的时候慢一点 因为它很容易粘在 要么粘在桌子上 要么粘在那个擀面杖上面 所以说要慢一点点 好 那么接下来开始裁切 把多余的给他就裁了 边缘这块给他裁齐了 就行了 没其他要求 就这块就可以了 然后你再用剪刀 我们在中间随意去剪啊 这块的话反正最后都会被 就是挡住的 所以这块你只要去剪一个小凹槽就可以了 你剪一这样的小凹槽 形状规不规整无所谓 给他就是沾上去 贴好 翻到背面 再给它裁好了 好 这块确定好之后 把多余的给他都往下撕 藏在后面 这块也是 多余的往下撕 藏在后面 这样子他里面的那个打底的衣服就做好了 嗯 里面那个打底的浅蓝色就做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他对外面穿的那个深蓝色的这个服装 这块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换其他的颜色 其实蓝色跟粉色是比较比较搭配的 你们也可以去给他配套紫色的 就是配套紫色的一个毛衣外套 然后上面还可以戳点小花花 可以让他看起来更可爱一些 就这块的话要注意一下这个整体的色彩搭配啊 色彩搭配 好了那下面的话我们来开始去制作他的毛衣部分 先调整好黏土的颜色 把软硬调整好了 放在桌面擀薄一些 越薄越好啊 不要太厚了 不然的话就给人感觉很 很臃肿很厚重的感觉啊 好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将他一边给他就是 切掉多余的 然后切个三枣形因为他是一个微领的毛衣 这个微领的话可以切多一点都没有关系 你可以自己去比对一下嘛 是一个微领这样子 然后多余的还能够就是折叠过去就行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在上面就是用我们的这个切割刀片 去划了一些竖条纹理 就这样去切切切嗯嗯嗯就可以了 仔细去看一下 这是看不清啊 其实你们自己去用刀去切一切就可以了 切完之后呢我们就给他就是再切一块备用吧 放好之后把多余的给他折过去 折过去 还是啊然后贴好把该贴的地方贴好 多余的撕下来 都给他折叠到他的这个后边的地方 就只要正面他是好看的就行 你看正面是好看的就可以了 然后呢他毛一的话呢 外面应该会有一个小细条啊 所以说我们这块要切一个宽度呢 将近就是两到三毫米的小细条 开始去裁了啊 把边缘先裁齐 我们开始去粘贴了 就围绕着他的边边去粘就行 你看他的后面是糙的 因为这个是要放在后面看不见的 所以说这块没关系 这样一领他就已经给他贴完了 贴完之后的话呢 就是要做一下这个小女孩的一个 呃娃娃领的部分 娃娃领的话呢 做起来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只需要就是取一块 呃浅蓝色的一个黏土就行 这手发好像切菜啊 这手发跟切土豆是一个道理的 跟切土豆一毛一样啊 好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这个 花边的 就是这个这个娃娃领的感觉啊 这块的话呢 需要你自己去取一个 直径差不多是在 六七毫米吧 啊就是不要太大了 你看他都没有满一个格子 他是小的 没有满一个格子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 给他去搓一个小长条 呃你要确保这个长条呢 他是能够从这边啊 这边的领子围到那边就可以了 你看现在能够刚好这样给他围起来 对吧 刚刚好围起来 啊我这个长度的话呢 差不多就是在三厘米的长度了 你看一下 三厘米的长度 对吧 然后我们再将其就是用亚克力板直接给他去摁扁就可以了 然后切掉他的这个一半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粘了 这样子 我把镜头拉大一点 就你这样斜着 斜着 然后绕着他的这个脖子一圈 绕过来的话呢 他可能就是这块的话 有点包 就感觉就包住整个身体的部分了 这块就是要去调整一下 就是把他那个尖缘的地方 就是稍微往上拨了一下 往上拨一拨 让他不要就是把就是 贴紧身体让他翘起来 你看翘起来一点 会翘的时候慢一点 别把粘土弄坏了 这样子 这样子你看就OK了 这样子一个娃娃领的话呢 咱们就制作好了 接下来就是把胳膊一加就完事了 两个胳膊做起来可简单了 胳膊的话呢 就是搓两个水滴箱 就完事了 我们来一起添加一下这个胳膊 我这里调一下这个粘土的这个软硬 这个粘土在调色的时候 其实会掉色 掉色的话大家不用担心 多揉一揉 然后里面的水分呢 那就是多揉一会儿 然后它其实就会把你手上掉的颜色全给吸掉 所以这块的话 搓完之后再来回搓一搓 你看手上就没有那个掉的色了 然后这块的话呢 我们就是取两个直径是随机 随机啊 这块没有什么要求 你搓长了 你再剪就可以了 我们主要是重点是粗细这方面的问题 你要搓一个水滴的这个形状 要确保两个的粗细呢 差不多是最粗的地方呢 是要在这个五毫米左右 你看就这样细 偏细一点 就是它最粗的地方就差不多五毫米 都不要太粗 贴上去 就可以了 这边也是 剪掉多余的 好 这样子的话呢 你看它的这个胳膊就做好了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以就是再用一些小刀片 像这样子 因为它毛衣上都是有那个数条纹理的嘛 对吧 你要给它这样去摁一摁 光摁正面就行了 侧面都看不到 就不用摁 稍微扶着一点去摁 好 这样它的这个衣服的话呢 其实就已经给它做好了 你看这样一拼 是不是就可以了 一拼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 你要是想要做这个辫子的话呢 它这个辫子很简单啊 就是大小不一的三个小圆球 你看这是大的 是中号的 是小号的 就是大中小 三个不一样大的这个小球 我们给它搓圆 好 搓圆之后呢 开始就是放在手中啊 你看 咦 轻轻一摁 你感觉摁扁了一点 对吧 然后我们就跟像这样子 转着圈 给它去滑了一些 那个发丝纹理 好 就滑的密一点啊 密一点会精致一些 其实你在做灯笼的时候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很难刮 你看 它就滑了很多的一些 这样的小纹理 然后接下来也是把这个 这样轻轻拍扁一点 不用太那个太扁了啊 就轻轻扁一点 好 你看 然后接下来是最下面这个 其实你们在用完这个 就是 如果你们在调粘土颜色的时候啊 加了水 然后掉色了 就粘土掉色了 那么你在接下来 就是在使用另外一个颜色的时候 就要去洗手了啊 不然容易让作品变得脏兮兮的 好 我们给它点上白乳酵 不要太多啊 少点一点点就行 这样按上 把它刮掉 然后再这样去 按上它 你看 然后接下来的话 下面还是有一个扎的 这个小啾啾 也是取一小块的 这个粘土 你给它搓成一个小水滴 然后边缘这块 你捏一些 小棱角 就是捏成一个小圆锥 捏一捏 小圆锥 然后把它那个尖尖的部分剪掉它 这个比较小啊 就是你们拿的时候要注意一些 不然容易往下掉 就我们给它正面刻画就行了 因为它的背面看不到 背面的话呢 它是要放在那个装饰画的相框上面的 所以说看不到 这样的变子就做好了 然后我们可以给它的这个头的这个左右两侧 贴上去 就贴在耳朵的下方嘛 贴好之后你可以就是弯曲弧度 你看 你看这样子它的这个头发就 做好了 同样的方法去把就是另外一边做出来就可以了 好了 然后今天的话呢 我们这个内容呢 就讲到这里了 就讲到这里了 然后接下来哦 对 还有一个就是小嘴巴往做了 我们可以把那个 就是小嘴巴做一下啊 嗯 这个嘴巴的话呢 就是取一个比较小一点的红色黏土 给它搓成一个小长条 因为舌头很细 所以说要搓细一点 然后按扁它 然后给它就是弯一个这样的小弧度出来 自己去弯啊 就弯一个小弧度 然后去把多余的剪掉 你可以在这个舌头上抹 也可以在那个嘴巴上抹啊 看你自己 嗯 这样的话 你看从侧面就伸出来是个弯弯的 好了 那今天的话 我们这个案例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各位同学拜拜 我们下一次见啊 这个案例子